聽說你這二十天 住宿費幾乎是零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頻道 本日就愛開箱的台灣日本清酒 還有日常生活以及時事的分享 如果對於這類型的話題是有興趣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這集就是我們的酒後吐真言啦 那今天我們酒後呢 要來吐一下我們的國旅 比較過了其實在於國旅最旺的時間呢 今年好像表現沒有往年這麼的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探討一下 那我們一起探討主題的夥伴 這是我們的茲茲 回來了 去日本多久 旅居二十天 然後好好體驗一下在日本生活的感覺 聽說這次茲茲在日本這二十天 有發生了一些讓他覺得 跟想像中日本不太一樣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就看下去就知道了 沒錯 所以說不要錯了今天這集精彩的內容 就繼續看下去囉 今天所帶來的酒呢 是秋田縣的飛涼泉 他的這個飛轉系列 大家聽到缺點心會想到什麼呢 新鎮對不對 那這次我跟你講比新鎮更厲害 他起始於1487 他也是目前在日本喔 現在還有在營運的酒造當中 第二瓶啦 九母子使用全量的三倍踹啊 他也是一個比較light的版本 就是他把酒精濃度降到13% 非常的清爽 所以說他在大餐上面 就是會慢慢輔佐那個食材本身的鮮味 那我好像剛有看到他是使用NO77的酵母 這方面 這次你有色略嗎 NO77它是一種多酸型的酵母 所以說不定它是因為酸味 所以讓你的在口感上的感覺是比較清爽 它這個顏色其實還算是滿深的喔 很開胃很適合夏天 很像我們平常在吃燒 然後給你一杯的果醋 然後香氣也不會搶的味道的風產 沒錯就是屬於慢慢慢慢的 這樣將整個味道拉起來 然後酸度跟甜度非常平衡的一種 它完全不會在舌頭上巴住糖分 喝下去你就吞下去 然後你的講話你都不用再咽一下口水 你喝太快了吧 這很好喝啊 那酒也喝了對不對 然後要討論一下 滋滋的話剛剛從日本回來 對對對 對因為從日本我就想到一個很嚴重的話題 你知道我帶著小朋友其實不方便出國 對然後我就插一圈 覺得台灣的飯店真的是價格蠻高的 然後我就想說是全亞洲都這樣 日本八千日幣 所以說你知道我們現在就變成路易 直接打帳篷 好山好水好台灣 我媽媽他們就長輩了 他們很常跟那種兩千塊三千塊的團 然後就包遊覽車去看花 但的確啦 現在我周遭的朋友都是出國 出國 能出國能排價一定優先出國 那像現在對於志武 你最近不是去幾天 二十天對不對 對 那應該是花費蠻重的 就有沒有省錢的一些PayPal 我覺得如果以旅遊 這一趟旅遊的省錢 機票我蠻有感的 因為大家都會想說我要省錢 我就是買聯航 但這一次我是買一般的航空 對可是其實我有算 因為我不是從桃園出發 就是如果我自己要坐計程車去桃園那個時間 那我還不如是松山飛 然後我不飛成田我飛雨田 就等於省了中間的交通費 然後賺了時間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去的是二十天 所以我的行李一定會很重 所以我就買一般的航空 這樣整個家家種種 其實比聯航還好 那你這樣子你的機票 你有發現怎麼樣情況下有比較便宜 如果啦 你去的時間沒有像我一樣 這麼長的 不需要行李的部分 那你買聯航 我有算過 你大概六個月以前 買是最便宜的 而且現在那個虎航啊 他不是常常下殺什麼 單程的機票799 雖然是未稅 可是你可以去搶一下 講到聯航 還有一個可以分享的 我真的 因為我 我都是搭聯航 我好久沒有搭 就是一般的航空 然後終於很輕鬆 就是你可以帶你想喝的咖啡 你不用硬要在上飛機前把它喝完 因為其實聯航都是近代外景 真的假的 聯航你不能說 飛一飛你終於拿一包餅乾出來吃 不行 不行 還有一個 匯率 換錢的小PayPal 譬如說我要去日本 我就會觀望日幣嘛 我可能觀望六個月的日幣 就是到你要飛的那個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 欸有空的時候就看 有開盤就看嘛 那你知道 最便宜最便宜是找 你的銀行的朋友嗎 你媽有所謂的員工 員工匯率這種東西 哇 不說透 但是大家都懂 懂得都懂 我朋友都有撞我的人情 沒有啊 搞不好他們就是那個 喝啦 去問你銀行業的朋友 如果在日本的交通 我真是超後悔 你知道我去20天 我竟然沒有買那種 JR Pass 對啊 那個你只要算起來一千下來 費用是比那個 Pass 還高的 你就買 我失錯了 我沒有想到 我想到的時候已經是倒數兩天了 所以我朋友一來冬京 他去七天 我就說你那個交通費買了沒 所以這個也可以先特別留 對就是他們其實分很多種 可能日票或是幾日票 或是月票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你在總total的花費多少錢 再去看這一張的月票 划不划算 欸對啊那姿姿我知道你好像這一次聽說你這20天 住宿費幾乎是零 住應該要很高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 出國比國旅再便宜 你住宿一天至少還是要一千多 對啊 交朋友的重要 沒有我現在在找那個歐美的好朋友 就是 我有朋友嫁到那個休士頓 之後下一趟可能去那邊 我知道他們日本有一些那種網咖 或是那種就是像漫畫屋這一種 他們是可以有個小房間 還有附一張很簡單的床 就在榻榻米上面自己自己打打褲 那種 有點像台灣Q-time 對對對Q-time 台灣的Q-time 他們真的有需要 就是他們還是可以付付費洗澡的 好酷喔 對很酷有沒有 然後而且日本他還有另外一種是 他們的那個露營區 也可以付費洗澡 因為我很想去但是一直沒機會 因為畢竟帶兩小 啊這個更便宜 啊對就很便宜 對啊我家他們營地好像 就是才一兩千塊日幣這樣子 啊大家還可以一起share 對對還可以share 就是你等於說你住戶 住戶上就是整個弄下 爬不到一千台幣 那你就租一台露營車 這樣到一個 再來他們也是露營區還看得到 整個富士山的全景 在三里線很漂亮 好啊其實那你這次去二十天 你應該不是都在吃喝拉扎睡吧 應該有一些目的性或是活動吧 有啦 多半非是為了工作 因為你出國工作 就算啦可能一年你去了三四五次都是佛工作 你還是會想要有一次是給自己的時間 因為那整個心境是完全不一樣 那其實坦白說這二十天我當初的設想就是去放鬆 所以我是都留給自己 但其實說真的你真的到最後算一半工作 一半晚 職業病啦 說真的很幸福的是 因為我剛好就生在這個產業 所以等於是你有更多實際的經驗 可以再去分享給大家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無價的 就是自己一個經驗的轉換 看到這些東西變成自己的東西再分享給 沒錯 這叫什麼 不如行萬里路 對 這是我最大的收穫 就跟我覺得其實清酒這個東西一樣 很多人可能覺得好像考到一個證照 就是說利酒師或是 Navigator 就覺得自己好像跨入了下一個階段 但就是你可能對於他們知識的東西 你比較有認知 但就像姿姿講的 就是你要對清酒有認識 你這必須要去他們當地的酒造去 不要講直接見習參觀啦 就是去聽一下他們社長可能對他們釀酒這些想法 就是說當地去喝他們各個酒造 不同的一個特色的一個比較 才會變成自己的東西 認證這個東西我們都會說 你考到了其實只是起點 那我覺得最後還是你的生活體驗 就是恭喜你開始對這日本酒有了興趣 那接下來你就是好好的拼飲吧 好好的享受吧 對 拿到一張入場券啦 就是日本酒 你大概知道怎麼喝它的入場券 像我有時候在店裡面做教育訓練的時候也會說 否定你的服務 其實你對各種酒類的認識 你到一定的程度其實就差不多 夠用了 可是你真的要去了解酒的深度 那我必須說 學不完 無底洞 如果你今天換了一個身份 你是釀酒人 他們是把這個東西當作畢生 就是我用一輩子去研究這件事 對我也會很引以為傲的 那我覺得我們身為在日本酒這個產業 那就是一半一半 我不敢說自己有這麼深的熱忱 可以一直去做這件事 但是就是期許啦 然後也不斷督促自己 好好感動 其實這個酒裡面加了什麼 感動計嗎 那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我去日本啊 也是其實一個滿大的改變 其實是跟你顛倒 你一開始可能是因為工作去 那我一開始去是因為覺得 喜歡日本的文化好玩 其實因為我們看一些日劇 他們在上班的時候都是很戰戰兢兢的 下班的時候呢 完全就是可能自我沉澱放鬆了 他們連手機都懶得滑了 就直接就這樣放空了 你覺得他們手機也在工作嗎 其實有在滑也是在工作 就是會有訊息是啦 對所以我會去觀察這些小小的樣子 我就覺得日本的社會的狀態 其實是非常緊繃的 所以我那種期 我去那邊觀察他們那些社會的現象 我是覺得很有趣 所以很喜歡去日本除了玩之外 會觀察他們的這樣的一個現象 然後之後慢慢呢 就是開始接吐清酒之後 然後去那邊就是 只要有地方有賣清酒 我都會買 就是想辦法買 對 就是各種喝 各種喝 我可以再來分享 就是如果觀眾朋友也想要 真的是去日本工作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在面試的時候 或者是現在求職王很多都會 需不需要出差 那裡你其實就看得到了 那其實你應徵酒類相關 那你去面試的時候 你就可以問一下 有沒有外派的機會 基本上如果是跟酒類有相關 然後你不是應徵內勤太內勤 比如說什麼會計的職位 你都是有機會的 更不用說我們現在其實 以日本酒啦 已經都在配合旅行團 然後帶我們的客人去酒造釀酒 有 這件事我知道 然後這是比較有預算的朋友們 可以安排的 我有幫沒有預算的朋友想了一下 就是如果你沒有預算的話怎麼辦 其實現在很多日本旅遊的講座 然後你可以去參加 你先去把自己的深度培養起來 那你可能去日本當地 你就是橫著走 旅日生活 到哪裡都會選酒 可以自入行銷一下嗎 那你覺得這支酒 你會特見給你怎麼樣的一個客群 這支酒有預算就可以備在冰箱裡 它不會是你拿出去一個場合 會讓人家眼睛為之一亮的 可是你每一個場合拿它都覺得不會錯 就當作是輕鬆喝的一款 那大家反而會關注到這一支酒 可是有一些酒款 因為它一開瓶 我不知道喔 一開瓶那個香氣 砰的就炸出來了 這就是林家小女孩 沒錯林家小女孩 喜歡的很好 而且你真的 我們這樣聊天聊那麼久 然後現在又是中午 它回溫之後 也不會哪裡變弱哪裡怎麼樣 跟冰的時候 香氣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對 只是我覺得 在它舌面上的那個 甜感又稍微多了一些 對它喝起來的甜度 常溫的甜度上 會來的比較多一點點 但還是就像你講 它不會黏 甜度上來 它不會在舌頭上 它會在上餓 它上餓可能一點香氣 一點甜的味道 它還是不會黏在舌頭上 對 多掏喜 今天喝的這一支呢 是來自秋田縣的飛涼拳的飛爪 那這支酒呢 可以到我們Sake一秘的 台北店以及新的店 來做購買唷 那最後沒有最好喝的清酒 只有最適合你的清酒 那我們下一天囉 拜拜 上一次去飛那個 那個山形那邊 它也是delay 但是就是小動物 可能鹿啊 羊妹妹啊 跑到鐵軌裡 這個也會delay 哦 好